大家好,我是属王,本期二维视频要介绍的是护圣蛇盾 这句可以说是我做视频以来,最长视频没有之一 喜欢邀请尾巴作品的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吧 直接先会放在字顶处,方便大家可以跳到想要看的地方 如果有任何分析或讲解错误的部分,方便可以在留言区给我一个反馈吧 那事不宜吃,我们就开始看看堪称最强反派护圣蛇盾的介绍吧 护圣蛇盾是来自于西之大陆阿巴雷之帝国 由蛇位拥有强大魔力的魔导士组成的组织 他们12位被称为守护王帝斯布利干的12面盾牌 每一位成员都有着无比强大的力量,可以轻松地打败任何的敌人 接下来我们就前往进入护圣蛇盾的故事吧 杰克波瑞修奥,他是护圣蛇盾之一,别名为暗杀者 拥有着暗杀魔法天然的称号 杰克波是一位有着平头,留着狐渣 额头上有一个骷髅的印记,身穿西装的男人 他是一位相当盛世的男人,说话礼貌,十分进了这同一队里的欧加斯特 至于为什么我猥琐他是盛世呢 别看他思思文文这样,但他有着纯情的一面 对于女性的裸露肢体,有着极度害羞的心情 他所使用的魔法为空间系的暗杀魔法 顾名是以四个字眼来做补充 消除,消失,看见以及隐藏 总言指的是消除了消失 他能够使自己或者任何人与物体的存在 在现实空间以及异空间之间任意欲动 专门的角度看过去就像是传送魔法的感觉 我推测他本人可以在自己的知识点中 任意安排异空间的地点去做传送欲动 然后来到隐藏的部分 同样他可以把自己或者任何人与物体的存在隐藏起来 就算是透明化的感觉 但属于完全的隐藏 无法透过无感去感知到 作品内就会有把自己隐藏起来 和同样还有的是自己的武器 就来到了看见 在作品内,每笔是属于只有应有腰尾文这样的工会 才能看到的存在 但由于他本身有隐藏这个能力 让他可以看见一些普通人看不见的东西 因此也能利用这个点去击中那个所谓的东西 也就是没笔石 除了暗杀魔法之外 他也精通于格斗技 在战争开始后 他与天神萨莉娜和欧加斯特 顺便在伊秀加尔的东方来入侵 追上了伊秀加尔三天丸以及朱拉 他看到朱拉的平通造型 因此对朱拉点了一个小战 最后天神萨莉娜便与他们正式开战 原来他想要帮忙在困境中的天神萨莉娜 但被欧加斯特也想见识一下其真正的实力而阻止了 最后天神萨莉娜以压倒性的实力 碾压了伊秀加尔的四人 他还对此基于生战 但后续看到天神萨莉娜被阿库洛基尔给秒杀 感到震惊 原来想尝试出手 但被欧加斯特阻止说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不要轻挤妄动 便去向腰尾攻会进攻 凭着欧加斯特的魔法 他无神无息的就来到了腰尽尾巴攻会 谁就透露出 虽然自己是暗杀者 但可以光明正常的去进攻敌勒 便立即使用传送魔法 将药尾攻击的所有人传入至其他空间了 他隐约看见了梅比斯的身影 便向他攻击 便以公会成员的生命作为威胁 来让梅比斯告知有关药精心脏的所在地 此时的他却迎来了露西的伏击 他就怀疑为何露西他们没被传送走 露西解释到 由于使用作的危难侦测能力 才使得自己 纳兹以及哈皮躲开了刚刚的传送 这边开始袭击露西 那边突来的纳兹给挡下 随后两人展开了交战 由于纳兹怕毁坏工会 未能使出全力 使自己被他给压制住了 随后他使出了隐藏魔法 使得纳兹完全找不到他的踪影 聪明的露西 理解到他只是把自己的真身 给隐藏起来而已 便召唤出狮子座 使出狮子光药 才能看得见他去攻击 那他却开始以抗服剑的武器 来反击露西他们 之后便趁机抓住了纳兹 便把露西身上的衣物透明化 想让纳兹看看所谓的地狱 但石头和脑的纳兹 却对眼前的露西 完全没任何想法 而他本人却把自己的眼睛 给眯起来了 守护对眼前的一幕 感到十分的害羞 完全不能看 纳兹变了露西 开始了他们的作战 让他感受到所谓的折磨 随后两人合力将他给击飞 使他感到愤怒 便决定把刚刚传掉的 腰尾成员们通通都给杀掉 那露西却对他说 刚刚被传掉的人 有他的伙伴 不然提升了马铃 他查看了一下 便把两人给释放出来了 在释放出来后 露西立即招了出双子座 杰米尼被使为马铃 并且使用马铃的魔法 也就是可以使空间魔法 无效化的魔法 便将他的传送魔法 给无效化 使得妖尾成员都回来了 可是他还想再一次 发动魔法时 却变哈比阻止 由马卡洛夫将自己巨大化 一拳将他给打出公会 那之后也被 同样的被马卡洛夫给打飞出去 就烟龙王的崩拳 将他给击败了 最后他成为了俘虏 到后续被救了出来 骗于阿基尔声称 不会再有第二次的失败 在决赚时 当偷袭艾尔夫妈和里莎纳时 被米拉赶大而揍了一拳 本来想还手的他 却因为米拉的衣服 有些息的暴露 使得胸部露了起来 感到十分的羞耻 这位绅士的他 总是无法还手 便开始闭眼和米拉交战 才可以站上风 但最终 伊朗被米拉给树立的打败了 米拉因此给了他一个备注 这个人虽然很强 但幸好他是一个怪人 在战争结束后的一年 阿基尔成为了阿巴勒斯帝国的新王帝 而他成为了王帝的辅佐 我对于杰格布的看法 是一位相当讨喜的角色 明明有着很强的实力 但却败在了自己的手上 布拉德曼 他是护圣蛇顿之一 便命为死神 布拉德曼是一位身穿黑色斗篷 黏在红色骷髅面具的恶魔 如同上述 他并非是人类 而是杰格布之书中的恶魔 他的身体是由魔杖粒子构成的 因此看见他的人 都会因为魔杖粒子的危害 使得自己抱血管而死亡 所以他才会有死神这一个称号 意味着他的到来必定带来死亡 他透露出一股恐怖的气息 让他感受到闻风上感 由于他特殊的身体 使得自己很难可以遇到 真正能战的对手 所以他非常想象 能够遇到强体的瞬间 他是一位恶魔 所以使用的不是魔法 而是咒法 所以就被加基尔 有吐槽自己的魔力 没有其他十二顿强大 同时他能够使用的 名副之门 酒鬼们的所有做法 是一个比酒鬼们 更加强大的恶魔 在战争开始后 他与爱琳和拉凯德 从艺术家的北方入侵 以自己的身体的绝对优势 击败了所有来隐战的 剑咬之虎和青色天马的魔导师们 便也俘虏了他们 最后他遇上了加基鲁 两人便展开了交战 他认为自己是很难被打倒的 毕竟魔导师的克星 就是魔杖利子 但加基鲁有劝说 自己的肺是铁做的 使得他可以 久违认真的开始战斗起来了 他一开始占据了上风 利用魔杖利子 伤害了周围战斗的魔导师们 同时使出名副之门 酒鬼们的咒法 去进攻加基鲁 以及中间参战的蕊比 他被蕊比给破解掉了 之后他使出了第三印记 超越酒鬼们之上的咒法 哭骸埋葬 有五十个尸骸 骸骸组成的咒法 把加基鲁和蕊比给困在了里面 最后加基鲁和蕊比 艰难的从中逃离了出来 但蕊比因为他的魔杖利子 而受到了重伤 使得自己倒地不行 这时加基鲁暴怒了起来 为了能够打赢他 吸收了在他魔杖利子中的 微量铁元素 变成和他一样的体质后 两人进入了速死搏斗的环节 最后他被加基鲁给打败了 最后他死之前 企图想和加基鲁同归于尽 便把加基鲁拖至王宣之中 就因为艾琳发动了世界重构魔法 Universe 1而失败 他因此战死了 最后在十二顿成员集结在腰尾公会时 他被南亚哈德使用四孩的历史再生 但作为记忆中的死者 使得自己的实力不如以往 最后在战场上 他遇上了罗格便开始交战起来 最后因为南亚哈德被纳子打败的关系 使得自己被罗格也给击败了 我对于布拉德曼的看法 他的九鬼门招式 貌似也就还好而已 并没有想到中的压迫力 比较神的印象 应该停留在加基鲁对瑞比深情的告白的那一幕吧 阿基尔拉姆 他是护圣蛇顿之一 别名为沙漠王 他是阿尔巴里斯帝国大臣亚基鲁的孙子 同时也是帝国内里 其中一个小国的王子 阿基尔是一位有着棕色头发 黑皮肤 戴着橙色头巾 所以还戴着有着大佛珠状的红色耳环 裸着上半身的男人 他为人好战 认为自己很强 也认为感觉很狂妄自大 十分的嚣张 所以总是大义轻敌 他所使用的魔法与杀魔法 是一位能够控制沙的魔导士 能以沙去追踪敌人 同时也能和沙龙为一体 并且还能让自身变成沙 使得物理攻其无效化 他自身自己的以地狱杀死了无数的人 破坏了无数个城镇 使用他残忍失杀的性格 在马卡罗佛被梅斯特从帝国救出后 他使用魔法进行了追击 要被格雷的银世界给冰冻起来了 最后使用以地狱抓住了众人 至于证实他的实力是多么的强大 马卡罗佛瞬间就一道话去救下了众人 他被沙兹风暴给袭击 你看就要被吞噬掉的众人 一股雷电从空中降下 将沙兹风暴给击破了 攻击者来自于船上的拉克萨斯 随着梅斯特被在坎南的提醒下 游动上船内 反正他想要阻止 他被拉克萨斯特一击雷电攻击而阻挡了 他被改了的欧加斯特使用保护罩 保护使得自己毫发无伤 这点开始责怪欧加斯特多管闲事 就这样放跑了敌人 欧加斯特认为 射去同胖会是一个痛心的事情 但他自认那样的攻击是干不掉自己的 选择着有点狂妄自大 在战争的开始后 他从伊朱家的西方入侵 率领着帝国的空军监队去攻打马克罗利亚 再被弗里德术士给阻挡了 之后遇到了皮斯特所在于鹰队的袭击 使用魔法把魔导技术炮 朱毕特给挡开了攻击时的伤害分散 回来会和飞龙队交战 大约飞龙队因为交通攻击的关系 使得和艾尔莎展开了激战 因为自身魔法的关系 使得艾尔莎的攻击无效化 这艾尔莎受到布兰提斯的手下 马林的空间魔法影响 无法正常换着和被压制住 接着露西把马林踩晕 使得空间魔法解除 艾尔莎变化成了风神之铠 与他交战 之后纳兹将他的手下巴克打败 便打自上空到他们的船上 使得自己受惊大意 才使得自己受到艾尔莎的进攻 他便怀疑自己的体质 应该不可能被伤害到才对的 逛过去艾尔莎那边 使用的是海王之剑 一把水之剑可以使得他的沙凝固起来 艾尔莎就在风神之铠 已经海王之剑中切换 就把他的魔法给破解掉了 使得自己激怒了起来 他便使用自己的最强魔法 沙之世界 让整个小人的四周都笼罩着沙宝 在沙之世界中 他自身自己为神 便把艾尔莎折磨 配得抓住来吸收艾尔莎身体内的水分 而令他干顾而死 使得艾尔莎却化成了明星之铠 发出耀眼的光芒 使得彼斯卡发现此光芒 认为是敌人的所在地 便发射出毕特将带着他给击飞 就艾尔莎化成了铠甲 使出天异神星彩 将他给击败了 就他成为了俘虏 当却被救了出来 配得与杰克布声称 不会再有第二次的失败了 就在战场上打算持出杀魔法去攻击众人时 艾尔夫曼挺身而出 但差点被击败 李莎娜及时出现才把艾尔夫曼给救下了 所有两人便和他展开了战斗 今天他强战的实力压制住两人 但最终在自己精疲力血的情况下 输给了艾尔夫曼和李莎娜 同时他的祖父亚基� 遇见在他的面前 宣告自己不要再继续战斗下去了 便失去了战役而认输了 我对艾尔夫曼的想法是 如果一开始欧加上没帮他挡下的话 他早就好退场了 后面还输了两次 让舌顿的压迫力瞬间掉了一半 英贝尔优拉 他是护胜舌顿之一 别名为东将军 担任着王帝杰弗的参谋官 接阿尔巴里斯帝国军的执政官 英贝尔是一位有着蓝灰色的头发 留着马尾 戴着眼镜 外貌帅气的男人 性格沉稳可告的他是最受杰弗信赖的人 所以他本能从杰弗那里自销有关杰弗 纳子的亲兄弟关系 也了解到纳子就是END的事情 他非常尊敬杰弗 任何事情都会为杰弗着想 他所使用的魔法为冰魔法寒冬 其魔法原理不像是普通兵器 在魔法班来用冰去创造事物 而世界将所有的事物化为冬结 其寒冷度凌驾一般的冰魔法 曾经使用冰芝造型魔法的葛雷也会感受到寒冷 所以他认定自己为纯粹的冰芝魔导师 是可以控制寒冷的男人 在战争开始后 他陪同杰弗 虽然是100万人大军从医学人西方入侵 在纳斯和杰弗战斗时 一旁在那边观看两人的战斗 在陪同杰弗前往腰尾攻略的途中 因为艾琳所生的世界重构魔法的关系 则自己随机分辨到菲尔雷亡国的某个地点 同杰弗战斗权以及杰弗尽有在药尾攻略的所在地 在杰弗和梅笔石的聊天时 由于自己惧怕梅笔石身上 妖精心的力量会伤及杰弗 便擅自出所将梅笔石给冻结起来了 同杰弗在杰弗的命令下将梅笔石解冻 但使用魔法兵之奴役束缚住梅笔石的思想与行动 避免发生任何的意外 接着他来到了战场上 看到了纳兹等人 便随着将纳兹等人给冻结了起来 除了有着抗动的能力的葛雷逃回了这一劫 葛雷便尝试向他反击 但自己的冰资造型魔法 轻易得就被他给冻碎了 葛雷便打算使用从父亲营那边传过来的灭恶魔法 去进攻他 他看到眼前能够使用灭恶魔法的葛雷 便对葛雷感到有兴趣 他认为苏联恶魔的人一般无法保持正常的思考 认为葛雷会是他们心中想让的人才 便尝试去邀约葛雷来加入了自己的阵营 但被葛雷给拒绝了 之所在葛雷和朱比亚的身上 他让他们自相惨杀来达成觉醒葛雷的黑暗面 被对葛雷有信心 打贝END的人不是杰夫 也不是他 而是葛雷本人 葛雷的朱比亚不想伤害对方 便尝试致敬来让另一方给活下来了 当前出现了两边的致敬 使他大惊四射 世界上竟然有能够为对方付出的人 后期他便决定让自己来打败END吧 大家预想不到葛雷会再次的出现在他的眼前 也想不到葛雷的伤害竟然无比的强大 被被迫使用自己的中级技能兵决神医 以他能够将所触碰的之处化为动静的铠甲 葛雷却在此时创造了一个与兵决神医同样性质的兵 而自己的神医开始被打破了 最后葛雷在暴怒的状态下 以兵魔灵之破拳击败了他 代表后的他决定将END的真实身份 也就是纳兹告诉给葛雷 拿借葛雷的手来杀掉END 在战争结束后的一年 本来企图想再次发动战争 但被抓起来了 便和那英哈特一同入狱了 我对于英贝尔的看法为 虽然说他伤害了葛雷和朱比亚 但因为有他 才让葛雷和朱比亚这一对的感情深温 那英哈特 他是互胜的蛇盾之一 唯一成员没有自己的别名 那英哈特是一位有着紫色长发 也有一个马尾 说他的打扮都偏女性化 是一个带有玫瑰图案绿色开截的男人 他性格嚣张傲慢 不喜欢与他人合作 说完给人的印象 是因为患者中和病的男人 这自己是内心的魔导师 可以看见他人的内心世界 并且将其情感深度的东西 具现化出来 而被具现化出来的东西 被他称作为美丽的历史 能够让如此美丽的东西重现 感到相当的喜欢 他所学到的魔法为 具现魔法 是爱的历史 如果看到瑞芳的内心世界 让其内心里的情感 具现化出来 即使创造了生命 但对象 必须是对方 心目中属于是王者 才能被创造出来 以及其实力 会不如以往的水平 其创造出来的王者 有自己的本身的记忆 人格以及能力 让人可以感受到 很接近本体的感觉 在战争开始后 他和提玛利亚瓦 一起出现在 阿鲁基翁近海船队上 当他到达了城镇后 自己却留在了船上 接着当阿尔沙 杰拉尔和神乐 到了船上后 使出魔法 重新了西蒙 也就是神乐的哥哥 以及阿尔沙以前的伙伴 三人都为此感到惊讶 到后续否定为 是本人后 便与西蒙交战 最后他通过魔法 把杰拉尔和神乐 打至海中 后续重新了阿尔沙 之前的强敌对手 班旧 阿兹马和宽华 来向阿尔沙进攻 同时也将史莱的历史 扩散到整个战场上 则大家都遇到 曾经在心目中的强敌 面对强敌的阿尔沙 抱着伤着去引战他们 他们以他们给压制住 谁会被绑了起来 既然阿尔沙被绑了起来 而被他们给折磨 但依旧不放弃 并且透露出一股压迫力 指明灭的强敌 都是他曾经打败过的敌人 根本奈何不了他 这些换的强敌 从阿尔沙的身上 感觉到霸气 便开始惧怕他 而慢慢的消失了 他对此感到惊讶 从此看阿尔沙的法事 以及奇摩利 随时会不会是和 爱玲有亲人的关系 感慰了的杰拉尔 看到受了众伤的阿尔沙 便愤怒了起来 被以寄星剑打败了他 同一时间 在战场上 被死还历史剧签化的强敌 也被中了一亿都给打败了 最后他与十二顿的成员 一同集结了在药维公会 被以魔法成员处 以死去的成员 天神撒雷纳 瓦尔和布拉德曼 也有他们要好的保护好自己 如果自己被打败的话 他们也会因此而消失的 随时在药维公会内 告知阿尔沙的存在给爱玲 便被爱玲下达 莫杀阿尔沙的命令 告诉自己的魔法 对阿尔沙无效 这里的爱玲 所成为一个 类似于伏笔的发言 难道你忘记了 自己的真实身份吗 听了后的他 整个的仿佛 变成另一个人似的 拼命的去找阿尔沙 随时遇上了 纳兹等人 以及布兰奇史 自成自己受到 爱玲复一的副加速 让自己的魔力 更加的强大 想把眼睛的纳兹等人 给摸杀掉 他被布兰提史给阻止 认为布兰提史 已经背叛了爱玲 大人便使用年幼 去攻击全员 布兰提史本想反抗 但发现自己的魔法 对她无效化 但最终她被纳兹 抱着想要前进的信念 给击败了 关于爱玲所说的 伏笔发言 从我的看法来说 或许是爱玲使用魔法 将她真正的人格 给隐藏起来了 而这个附加 是就让她的本体 恢复的感觉吧 这单纯是我的猜想 小伙伴如果有想法的话 可以分享看看吧 那我对于奈哈德的看法为 个人觉得她使用的魔法 让乌鲁出来这一点 其实很棒 感觉上圆了一下 格雷尔利安的心愿 天神萨莉娜 她是护圣的蛇顿之一 便名为巴龙 原是艺术家的四天王之首 正是大魔导 中排名第一的魔导师 被称作为是在 艺术家的大陆的 最强魔导师 但那是因为 有着暗金色头发 从上方下 两边有两道翅膀状的法机 外貌年轻 四四天王中最年轻的 就那黑白相见斗篷的男人 她性格目中无人 对自己的实力 相当的有自信 所以表现出嚣张的一面 喜欢手无主导 实际上就是各种奇奇怪怪的知识 被马卡洛夫吐槽 其性格难以接受 她所使用的魔法与灭龙魔法 是第二世代的灭龙魔导师 体内有着八颗灭龙魔水晶 所以能使用八种属性的灭龙魔法 属性分别是 地 岩 水 风 是在本篇故事所透露的 而剩下的是 蕊 石 光 以及暗属性 是在漫画后续版内内部透露的 被奥加斯特称作为 Hybrid Theory 是龙之神所眷顾的男人 在战争开始后 他与杰克布和奥加斯特 顺便在伊术甲德东方来入侵 就继续拿伊术甲德三天王以及纠拉 但仅凭自己一人之力 便压倒性把四人击败了 肯定他的强大的实力 他们本想前往去腰尾公会时 遇上了突然现成的阿库洛基亚 他便透露出自己离开伊术甲德的原因 也就是为了要击败阿库洛基亚 但遭了阿库洛基亚的正面秒杀而战死了 在十二顿基德的时候 被奥加斯特使用四孩的历史而再生了 最后在战场上六七恐怖的实力 将大部分的魔导师给击倒 然后使用灭龙之力 使得纳兹等人对他也毫无办法 最后感染了基尔大斯 变了他进行的交战 基尔大斯感受到 他的身上没有任何活人的魔力 认为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那铁钉是一个很强的魔导师 所以很想和十年的他打一场真正的较量 本来战上风的 他被基尔大斯的粉碎魔法 给分裂了魔法而感到担忧 最后他被基尔大斯的破血险 这一天给轰飞而击败了 在百年任务中 透露他其实存活了下来 原来自己被阿库洛基亚击杀后 被偶然路过的念经术工会 王金之下的成员所救 随后被带回去北大陆工会那边 去念成他失去的身体 所以才加入了王金之销 我对于天神赛然的看法为 真没想到他竟然在百年任务中 还可以复活起来了 但属实是一个极其强强的家伙 也不为过 瓦尔伊西特 他是护圣蛇顿之一 便名为神盼者 他是鸡血族的天才 同时也是一名念经术师 所以不是一位人类 瓦尔斯一位有着 铜上的黑色头发 下巴下 貌似有数个铁钉 成为了极黄色锦神尼的机器人 他为人狂妄之大 但有时会特别的细腻 比如会使用机械傀儡 来带去自己的行动 他的特征笑声非常吸脑 这里我来让大家听听看 所以才被同队的提玛利亚给嫌弃了 他所使用的魔法为 念经术的机械魔法 所以本人非常喜欢摆弄机械 又有机械神尼的他 有时能看穿人类强项弱点的能力 而这个魔法被他称之为 弱点 能够根据对手的弱点 去生产成弱点特效兵 去对抗对手的能力 本人也可以根据分析对手后 让自己的人格 身体结构 攻击所带 变成类似弱点特效兵 一样去迎战对手 关于念经术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得出 他是用周围事物去生成各种不一样的武器来攻击对手的 在战灯开始后 他派出了自己的机械傀儡作为替身 在弗里的速尸上开了一个小洞而进来了 后来派出弱点特效兵去对付葛雷等人 这葛雷等人泄露了被动的状态 然后资深一机器来到了卡鲁迪亚大教堂去杀死弗里的 他派出弱点特效兵去对付艾巴格雷和毗格斯罗使他们泄露了苦战之中 而艾巴格雷和毗格斯罗想要使用他们的第二魔法 也魔法去进攻他的 但对身为接触的他反而毫无作用 使用异夜赶到现场去协助福利的等人 这边尝试分析异夜来获得弱点 但发现异夜的弱点实在太多人而出面吐槽了 因为本党只能使用各种香气魔法去进攻他 但都毫无作用 使用雷电香气来攻击他 反而让他给吸取了能量 结果大家都被他给压制住死 福利德收到来自西边敌人全灭切灭的消息后 解除了术士 最终他被福利德一夜年首给击败了 就让机械傀儡使用自爆攻击 打造福利德等人受到了重伤 心头便切回到他的本体的画面 他认为就这样放过福利德等人 怕对方看不起他们 便念成一个超长距离魔导炮去袭击药尾工会 星伟在一夜机时使用克里斯蒂娜船身才能挡下了这个炮击 在战场上他被拉克萨斯找上了门 官方便展开了战斗 他根据分析拉克萨斯的魔法属性 魔力以及身体状态 成为另一个有在和之前不一样的人格以及战斗能力 便使用自己的能力来压制住拉克萨斯 拉克萨斯此时 伊朗树到了之前冥府之门 暴风也使用了魔藏力子 而败在了下风 随后他被拉克萨斯踏入进术室里头 想都没想就把魔藏力子给无效化而破解了术室 但此时的拉克萨斯却笑了起来 并向他说声感谢 把自己的身体的魔藏力子也一起消除了 则子真相的他感到非常的无疑 便狂笑了起来 而身体便一直突出人格错误的信号 最后他被拉克萨斯以锐拱戏雷击杀而打败了 在十二度集结的时候 被奈哈使用四海的力使而再生 最后他就去了米涅路班 两人便开始交战了起来 但最终因为奈哈德的败北 蛇子也被打败了 我对瓦尔的看法为 他把曼拉克萨斯解开了魔藏力子 已经帮上了很大的忙了 那凯德多拉格尼尔 他是护圣蛇顿之一 别名白色的多拉格尼尔 那凯德是一位有着白色的头发 外表俊俏 这种类似加沙生女服装的恶魔 如同上述 他并非是人类 而是杰弗之书中的恶魔 杰弗为了复活纳兹而创造了很多恶魔 而他就在这里面玩得出最高的一个恶魔 并是给他多拉格尼尔的姓氏 对身体上的气味和纳兹相同 但自己本人却不知道自己是恶魔的存在 只知道父亲为杰弗 对杰弗有着亲人般的爱戴 却时常吃出为了杰弗那么在意纳兹 给他的第一印象很像是在看神明的错觉 是如此多么的神圣 但实际上本人却有着虐待他人的本性 他被杰弗成都为可以打败 阿国洛基尔的秘密武器 因为他所用的魔法 不对是咒法才对 是可以操控全人类所拥有的欲望 分为是心欲、死欲以及睡眠欲 他可以利用这三个欲望 使得中招者最终得以死亡 首先介绍心欲的部分 他本人在故事中称作为快乐魔法 其实快乐之中的人 通常是经历过类似的经验 才受到这个咒法的攻击 所以才出现有些人会有反应 而有些人就没有反应的 中招者会一直感受到持快乐给的快感 直到死亡 另外他也可以使用类似白色的曼藤 去抓住对方 而让目标受到快乐的攻击 食欲的部分也就是会感受到无比的饥饿感 会出现身体无力 产生食物幻觉等等 最终也会导致死亡 最后的碎玉 他则为自己的究极魔法 能够让对方陷入永久的沉睡 直到死亡 在战争开始后 他与爱琳和布拉德曼 从医学亚的北方入侵 就被爱琳使用了世界重构魔法 而随即分别到其他地方了 在马卡路夫使用妖精法瑞后 突然陷在战场上 而遇上了空奶的雪奶两姐妹 他便使出快乐魔法 使整个战场的人部分敌我 受到其作法的影响 就被吉尔夫收到 而停止了部分人员的攻击 雪奶看到眼前的空奶 受到她攻击后 便向她进攻过去 但反而被她给反击 而受到白色漫层的楼领 在她想要把雪奶姐解决掉时 神热插手了这场战斗 并且神热交战了起来 这次强大的神热 依然不敌于她的咒法 但此时又来了另一个帮手 斯丁的出现 然后又开始和她对战 在两个对战中 她使用的摆魔法攻击 都被斯丁给吞死掉了 感觉面前的对手不简单 她便使用第二个咒法 食欲恶鬼之魂 来让斯丁等人感到饥饿感 而无力攻击自己 并且产生幻觉去咬死伙伴 但最后被弗罗修的一句话 点醒了斯丁 斯丁才把伙伴们打远 然后继续和她交战 接着罗格被拟入帮 使用魔法转移了过来 并且把圣灵的魔力给了斯丁 这斯丁变成了白影龙模式 她便开始使用自己的最强魔法 RIP Rest in Peace 死之暗眠 能让所有的人 勇举的睡下去 直到死亡 原本斯丁因为RIP的关系 差点就睡下去时 在罗格以及神乐的帮助下 让自己沉入进影子之中 结果她被斯丁以白影龙之师给击败了 但神父重判着她 却设法来到姐夫的面前 用睡意作法 神纳兹感到疲累 想让眼前的父亲姐夫来打败那兹 但换来的 却是姐夫重创自己的一击 她感到十分的疑惑和绝望 被设为孩子的她 却被自己的父亲给伤害 姐夫便解决到她身身为姐夫之术中的恶魔 并非是自己的孩子 她受到姐夫冷酷的对待 使自己难过而流下了悲惨的眼泪 最终被姐夫轻松毁灭了自己的身体而悲剧收场 在百年任务中 布兰提什曾有说过关于她的行踪 为不明 所以认定为已经死亡了 我对拉凯德的看法为 可怜的她完全被姐夫给欺骗了自己 明明爱着姐夫 但又被姐夫给亲手消灭了 属实让人很心疼 布兰提什米欧 她是护圣蛇顿之一 并明明会愧国 布兰提什是一位有着翠绿色的骑刘海 头上带着紫色的十字的法饰 编好的身材 尊重着性感中黄色衣服的女人 她性格慵懒 讨厌所谓的麻烦事情 不喜欢重复同样的话 给了那感觉好像什么东西都不感兴趣 她竟然被同队的提玛丽亚针对 但实际上两人有着不错的关系 并也称呼提玛丽亚为玛丽 她最近的人则是欧加斯特 如她的亲生爷爷一样 她非常喜爱甜食 可以为了好吃的东西 特地前往该店铺去吃 她有自己的一个队伍 叫做布兰提什队 而玛琳霍德是里面的队长 一位喜欢女孩子而已 而并且讨厌男性的人 其中的魔法为空间魔法 能够让任何空间魔法 或带有相关特性的魔法无效化 并还能将对手吸入异空间 另外她有这个魁国的称号 也是可怕的超强魔力的她 这张奇魔法 可以让她轻易的击回一个国家 虽然说本人不太好战就是了 到首先的魔法为形态魔法 指令T 能够随缩小或放大物体 改变物体的质量 可以在一瞬间去完成该动作 但唯独不能改变比自己更大魔力的对象 在战争前奏 她本来想是所谓的芒果冰淇淋 而来到了加拉克二岛 但齐天铺被自己的手下马林 擅自破坏而感到心塞 想要赶快回去 在让马林的欠告下 说纳斯等人接败了他们的一些部下 应该是卧底之类的 但本身完全没任何想法 并让马林放回去困在宫殿里的艾尔莎露西 而这里变形出她恐怖的实力 瞬间将整个岛给变大了 而马林瞬间怕冷而放走了艾尔莎露西 在纳斯的要求下被马林给缩小去 后续也透露出知道纳斯等人的真正目标 也就是马卡洛夫 并展出其压倒性的力量 把整个岛屿虽然看似消失的状态 来围一下纳斯等人 不要试图靠近阿巴林是帝国 因为像自己一样的人还有十一位 使纳斯等人感到非常的惊讶 在战人开始后 他感觉到之前遇到的露西有点面熟 便潜入进露西的家中 之后逼迫露西和自己一起洗澡 不然就把露西的家缩小到没了 露西为了不让面前的她 袭击工会与家里 只要乖乖就范 而选择开始了两人的裸体之战 其间露西被迫戴上了猫耳以及骑配件 她也被其可爱的外观给震惊了 露西找到了时机 想要对她动手时 她一声 你是雷拉的女儿吗 露西反而受到了惊讶 便问回她 时日她感受到愤怒 便开始把这个物质变小 使露西急忙的从中出来 她没想到可以找到雷拉的女儿 本来想对露西出手 但遇到了路过了卡纳而被阻止了 露西这时也把她从手中 或许到收纳盒给采兰使得自己可以使用心灵模仿来对抗她 之后阿基尔使出了沙尘暴 让整个城镇的花粉开始散播了起来 使得她花粉做巴作而拼命的打哈欠 坎纳趁机便打晕了她 然后就被俘虏了 在俘虏期间 被玛琳找到 偏差点被玛琳给杀死了自己 但是可在露西他们赶到 才逃过了这一次的攻击 最后她在露西的要求下 说了自己的母亲 格兰美原本是露西母亲 雷拉的当年的侍者 最后认为雷拉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便企图想杀死露西 她被地面上的水 是阿奎亚出现而保护了露西 阿奎亚也透露出小时候有和她待了一阵子 便用各种凶狠的语气去教训她 这里得她展现出很惧怕眼前的阿奎亚 透露出其M属性 对阿奎亚说的身主人 还有半狗叫汪汪这一点 其实很可爱 所以阿奎亚便透露出她的母亲 格兰美的真相给她以及露西 而到了露西拉和格兰美 之前是一对好姐妹间的好朋友 希望露西和自己 可以也是一对好朋友 了解完这件事情的她 便解开了对雷拉的误会 之后好比把那只带来 说那只突然晕倒了 她看到心疼着那只的露西 便让那只身体内的肿瘤变小 然后自愿回去牢房待着 说自己是不会和露西作为朋友的 之后主动提出和欧加斯特进行交涉 来停止目前的战争 后来便前往去见欧加斯特 本来快要交涉成功的时候 被梅斯特灌输了眼前的欧加斯特 是敌人的记忆而偷袭了欧加斯特 也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交涉失败 被欧加斯特的魔法给打晕了 最后因爱妮的世界重构魔法 使欧加斯特一起分配到某个地方 并且协助欧加斯特去缩小 刚刚受到的伤口 在隔天的战场上 当英贝尔和葛雷对战的时候 他突然变大便把那只 露西和哈比给强行带走了 试图说服他们 自己不想要伤害他们 面前的敌人是多么的强 不想让他们去送死 但说好的其余妖尾公尉 他还无一例外都会给杀死的 在交车中的他 却遇上了艾哈德的阻止 但纳资情侣就把奈哈德给打败 来证明他们是不怕敌人的 他认为以前的纳资是一个强敌 并把之间的肿瘤回复成原本的大小 然后露西认真展开战斗 实际上因为提玛丽亚在一旁观看 便假装打起来 可以败在露西的手下 但被提玛丽亚给识破而受到了重创 之后被波罗西卡等人给救醒了 同意他帮自己的伤口缩小来复原 同时开始感叹着 自己只能将伤口缩小 但却不能将自己内心的迷茫给治好 一旁的露西开导他 应该好好的面对自己 经历过迷茫、苦难、考验后 才能使自己成长起来 他听了这番话后 获得了一些宝贵的东西 之后他确定不会和药尾为敌 但是也不想作为其伙伴 之后便将提玛丽亚缩小后 而将其给带走了 在对待阿库洛基亚的时候 他还落年去线上魔力来帮助露西 在后些百年日物的篇章 他也透露到阿库洛基亚的钥匙在记录提纳大陆 所以自己是为了找阿库洛基亚才来到这个地方的 但无意间透露给了露西知道 其实他的内心明显就是想和露西去争阿库洛基亚的 后面有帮忙把家旧变大三分钟 去打木神龙等等的剧情 我对布兰蒂史的看法为 围在12度内的好人 可以和露西变得友好起来 属实很棒 虽然自己是一位相当傲娇又很怕麻烦的人 但依然愿意帮助露西去解决事件 提玛丽亚耶斯塔 她是护圣蛇顿之一 别名为战飞 拥有震恒战的是女生的称号 虽然被阿库吐槽 明明是一个魔导师 却有着女生的称号 提玛丽亚是一位有着金黄色短发 身装骑士装 外表人个人感觉挺帅气的女人 她性格比较陡 喜欢捏漂亮的妹子 接着抱开对方的衣服 来享受看看她们娇羞时的表情 她竟然习惯性的针对布兰提史 被也称呼她为兰提 实际上自己是非常在意她的 感觉就是自己的所有物一样 两样的关系也非常的要好 她本身为远古时期 供奉世界之神 克洛洛斯的时间之都 米亚迪安子民的后裕 因此她有着能够操控时间的魔法 名为十字锋 让对方的时间锋印起来 便自己能够在这个世界中自由行动 认定为是绝对不会输得最强魔法 但实际上对魔力比自己更强的对手 是毫无作用的 同样她还喜得能够接受 时间之神克洛洛斯的能力 化成为克洛洛斯去进行战斗 制作品内地位能够接受神明的魔导师 也是唯一是神明出现在战场上的 在战争开始后 她从艺术家的南方入侵 遇上了神乐 便与神乐交手 但其魔法的关系 轻松就把神乐给击退了 所以对上了雪莉亚和温迪 同样使用了时间魔法 将时间停止 想要杀死温迪时 通常被存在时间加封的乌鲁提亚 以思念体的形态现身 便解除了温迪 雪莉亚以及夏洛洛的时间封印 她对此感到极度的不满 既然有人可以在属于自己的世界中自由行动 随便发动了接受魔法 接受来自于事件之神 克洛洛斯的躯体 使得自己的魔力爆发 其强大了实力压住温迪和雪莉亚 同时要为了保护温迪 而被迫时间给封印起来了 在这个情况下 乌鲁提亚看到眼前的少女们的坚持 被给出了一个提议 如果想要打败面前的她 便需要解放第三魔法院 但代价为永生再也学不会魔法了 后续就在雪莉亚代替温迪 解放了第三魔法院 和她来了一场激战 最终于灭神奥义 天智从于击败了她 在帮后的她当作了俘虏 谁又被经过的拉凯德给拯救了 在集结蛇顿时 她后悔自己经常嘲笑布兰提斯的行动 而向她道歉 便决定为了报复而要好的杀死所有的药尾成员 在这之后 她却看见布兰提斯与纳兹等人的交涉 对此感到十分的愤怒 那位布兰提斯背叛了之间说好的约定 而重创了布兰提斯 便俘虏了纳兹与路西 后来想为了解放自己的怒气 要来折磨路西时 被觉醒变回恶魔一眼地的纳兹给击败 便在纳兹的身上感到极度可怕的气息 整个人仿佛被瞎呆了 她有透露出自己的时间风意 对纳兹这一种恐怖的存在 根本毫无作用而选择了放弃战斗 在战争结束后的一年 她变得非常讨厌战争 而在龙园中过着平静的生活了 我对于提玛丽亚的看法为 玛丽X兰提这一对CP 感觉真不错 艾琳·贝尔塞丽亡 她是护胜蛇顿之一 便名为飞色的绝望 被布兰提斯称作为是蛇顿中最强的女人 但我认为她可以是整个作品内最强的女人也不为过 她是灭龙魔法的创始人 同时只能自以为灭龙魔导师之母 对魔法界的发展有着很大的作用 艾琳是因为有着飞红色的长发 好像有四条鞭子 有着和艾尔萨惊人相似的面孔 加好的身材 身穿黑色斗篷以及衣服的女人 她正式身份为艾尔塞的亲生母亲 虽然说表面冷酷无情 但实际上依然内心爱是自己的女儿 她所使用的魔法为灭龙魔法以及附加魔法 毕竟她本人就是创造灭龙魔法的人 而附加魔法则成为她的专有魔法 是一位高阶附加魔法的术士 能够对任何人事物进行附加魔力 去办到一切的行动 她所使用的世界重构魔法Universe One 能够对大地附加 认定为四百年前或者甚至更早都没有的魔法 是属于新时代的魔法 她出生于四百年的伊秀加尔 为当时一个名为多拉克罗夫王国的女王 被称作为龙族女王 那个时代是人类与龙族龙恰相处共存 也是两个种族且一所发展的国家 直到某天西方大陆的龙 当然将所有的人类赶尽杀绝 当时在扶自己的龙贤龙贝尔赛利翁 为了能够保护人类而带头去对抗西方大陆的龙 这便开始引发了名为龙王纪的战争 但由于敌方势力过于强大使得他们败在下风 这里的她是因为有着勇气 为了拯救人类和龙族 可以牺牲一切去完成目标的女王 便想做了一个办法 将龙之力附加在人类的身上 使得人类也能加入战斗 这就是灭龙魔法的开端 虽然此觉一定使得灭龙魔导师数量增加 战况变得越来越好 但其强大的力量开始侵着人类的身体 使得他们痛不欲生 后来因为阿古洛基尔的出现 使得战争结束了 在那一段时间 她认识了一个名为蓝谷的将军 因此近期的政治年营 两人一同在战场上共同战斗 也见识了显龙贝尔赛利王的战事 在战争结束后不久 身体开始出现龙化的迹象 当时的她已经怀着了埃尔沙勒 蓝谷看到这样的情况 因为惧怕她会变成另一个阿古洛基尔 而把她给关了起来 就她被安排要进行处刑时 被叫蓝谷求情 可以放过肚子里的阿尔沙 但被拒绝了 蓝谷感到不相信 不可能有三年都还没生下来的孩子 便打算把她的肚子给驳开来一探究竟 但她感到极其的绝望 而加快了龙化的流程 则自己变成了龙 从监狱中逃了出来 使得她一直认为自己还是人类的 而不是所谓的龙而感到极度的悲伤 她想要找到可以找回人类的办法 但过了四百年 依然还是找不到办法 这时的她偶遇到姐夫 而姐夫帮助她在外面上变回了人形 以为自己又可以作为人类来生活了 但殊不知 她便开始发现自己的身体变得像龙一样的性质了 是什么都没味道 反而在不眠不休的状态下 使得自己的精神十分紧绷 平常很想获得人类的身体 就在此时 她想到能够将自己的人格 复回在即将出生的阿尔沙的身上 在她顺利的将阿尔沙生下来后 本想狠心的把自己的人格 给复回在阿尔沙的身上时 还是应该让阿尔沙的笑容却打动了她的心 则自己不忍心向阿尔沙动手 认为自己依然爱着阿尔沙的 便在决心还没动摇之前 把阿尔沙抛弃在罗兹玛丽村的教堂前而离开了现场 回到来400年后的帝国篇章 她从异序家的北方入侵 因为相信同伴的实力而没有亲自动手 然后打算迎战在毕竟的阿库洛基亚 两人展开了一阵子的交战 被阿库洛基亚称造她的实力不错 不愧是姐夫的手下 阿伊兰认为姐夫能够超越面前的阿库洛基亚 不希望这场战争受到干扰 便开始发动世界重构魔法 Universe 1将阿库洛基亚传承至遥远的地方 同时让姐夫能够靠近到妖精的心脏的所在地 打动魔法后 她传承到非欧雷的王宫中 以压倒性的实力镇压了王宫军 并且将翡翠公主变成老鼠 她感受到一股熟悉的魔力 便使用眼魔法缺了非红色头发的艾尔沙 在米拉正打倒自己的部下海内的朱利叶后 突然瞬间在她的身后 可现他们的报复 后来在欧加斯特重创了米拉正后 才决定收手的 而且玩了十二顿的集结 集结了后 她被姐夫命令负责分离 梅比斯上的妖精的心脏 于是便开始对梅比斯施展分离附加魔法 一旁的姐夫 本来看着痛苦中的梅比斯 感到十分的难受 她便劝告姐夫 就要抛开所谓的天真情感 才能赢得了这场战斗和阿库洛基 后来被奈哈德确认 非红色头发的女人 并是她的亲生女儿艾尔沙 而命令奈哈德前去杀死艾尔沙 最后被梅比斯的幻影魔法给欺骗 而察觉负负负斯早已脱离了 便感到非常的愤怒 使用眼魔法去尝试抓梅比斯 在梅比斯主动现身后 对帝国君说的士兵附加了魔法 使他们变得狂战士一般 但是又被马卡洛夫使用妖精的法律 把几乎所有的敌人都给击败了 她感到非常的刺惊 但表示对战局无太大的影响 后来她出现在艾尔沙 温迪以及路西的面前 并对他们进行了攻击 最后和艾尔沙温迪开始展开对战 期间透露出她以前的往事 以及她是灭龙魔法的创世人等等 从温迪的口中得知 龙群们能够依附在灭龙魔导师身上 来依注龙子种的成长 使得不会变成龙化的状态 她被明白了这个道理 但由于当年传说魔法的仙龙 早死于战场 而没有听说过这个方法 而感到不公平 她很想拥有一个健全人类的身体 并看见了眼前的温迪 而想到了这个办法 由于将自己的人格 附加到人类的身上 来重破人类的肉体 由于温迪能够使用附加魔法 同时也是灭龙魔导师 及其完美服务她 作为附加人格的条件 但后续被温迪作为一样的事情 附加全人格在自己的身上 之后被赶回去自己的身体里了 回到自己身体里的她 之后再次和爱尔莎打了起来 从口中得知 她极其讨厌眼前的爱尔莎 明明生下来的爱尔莎 劝不帮助自己的母亲 反而去阻挡她去完成心愿 在进入状态下的她 变成回龙的姿态 使用极限附加速 神之星崩 一个巨大的女神在太空中坠落下来 但被阿尔莎给破解掉了 她看到眼前多么耀眼的女人 既然是自己的女儿 感到些许的惊讶 最后她被阿尔莎以温迪 附加过了灭龙属性的刀 击中而变回了人类的形态 最后本想捡起阿尔莎的刀 来给阿尔莎最后一击死 却再次看见阿尔莎的笑容 使得自己想回了当年的往事 认为自己依拉还是爱自阿尔莎 并且不忍心动手 而将刀释尽了自己的腹部来致敬 最终战死了 在百年六部片中 她透露出在自杀前 已把人格附与在温迪的身上 后续就一直在战刃中帮助温迪 随后在和月神龙塞热捏交谈后 把对方所受的伤 转移到自己的身上 后续在塞热捏的帮助下 转到伊多拉斯世界 才为了艾尔莎 那一德沃嘎的女儿 我对艾琳的看法为 她只是一位想要保护龙群的女王 仅此而已 但偏偏被心爱的人给背叛 加上融化的关系 使得自己的心慢慢的被堕落了 因为在艾尔莎的诞生时 拿回了些许的理智 宁愿抛弃掉艾尔莎 都不要选择做附加人格 这种残忍的行为 这种结局 可以在女儿艾尔莎的面前 回想起当年的事情 自己曾经是实爱着女儿 认为不应该是去犯错下去 而选择致敬了 回想起她的一生 只能说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 后学百年后至少给了她一个不错的结局 专成自己的女儿的女儿了 至少后续可以过个幸福美满的生活吧 欧加斯特 他是护胜十二顿之首 认称灾恶 别名为魔导王或者魔法王 在十二顿之中最强的男人 与同类的艾灵 合成为阿巴勒斯帝国的双臂 欧加斯特是因为有着白色长发 一副慈祥的面孔 守着顶端像紫色宝石法杖的老人 他性格沉稳 慈祥和矮 非常看重同伴 但对敌人毫无手软 他是布兰蒂斯为孙女 而布兰蒂斯也把他当作爷爷一样敬仰 其真实身份为基尔夫和梅比斯的新生儿子 但无人知道这个事情 只有自己知道而已 所以对基尔夫非常忠心耿耿 同时对金山智人为基尔夫儿子的拉凯德 感到非常反感 由于他是基尔夫和梅比斯的亲生儿子 天生有着其他十二顿 无法比较的强大实力 魔力不属于光或暗的领域 但最终达到了无的领域 他所使用的魔法为瞬间复制魔法 不是一般可见的魔法 而是可以将所有他看到 杰出过的魔法 在一瞬间被复制过来 却让其无效化 但唯独不能复制持有心的魔法 因为需要对应的道具才能使用 如果论魔法的数量的话 甚至可以超越过雅比斯的实力 在一百年前 当梅比斯被放进了水晶后 布兰蒂斯在梅比斯的体内 察觉到他的存在 本来思考着要如何处置 最后把他给分离了出来 但由于他不像普通人一样 出神便有了非常强大的魔力 思考了一阵子的布雷西德 便把他给遗弃了 从此他成为了一个无情无故的孤儿 靠着自己的努力来度够悲惨的童年 自他懂事以来 从记忆中知道自己的父母的事情 便偶然遇见了自己的父亲 杰尔夫 杰尔夫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许多 与梅比斯相同的点 让他自己想回那一年 与梅比斯度过的时光 而那时正是八月 便帮他取了一个名字 欧加斯特 英文译名为 欧格斯 指的是八月 但杰尔夫对眼前的 他与自己是两父子 这一件事情 完全毫不知情 他一直隐瞒了这件事情 最后他便随着杰尔夫 一起建设国家 成为了杰尔夫的舍顿之一 回到来帝国篇的故事 在战人开始后 他与天生 萨莱娜 杰尔夫 从艺术家的南方入侵 遇下了艺术家的三天王 以及朱拉 天生 萨莱娜 前后就把他们给打败了 但后续天生 萨莱娜 也轻松的被 阿库洛基亚 给打败 而决定 继续前往 腰尾 公会 而不论 阿库洛基亚 后来他伪装 雷达的数捷 来欺骗 腰尾 众人 使得杰格布 可以形容的 进攻 腰尾 攻略 而自己就慢慢的 独自步行去前往 其强大的 压迫力和实力 使得纳兹等人 决定和布兰蒂斯 一起前往去交涉 本来看见布兰蒂斯的 面子上 打算交涉看看 那边梅斯特 强行给布兰蒂斯 换了作为敌人的记忆 而受到布兰蒂斯 用刀 刺穿了自己的身体 看到眼前 如此卑鄙的 纳兹等人 虽然震怒了起来 抱了出一股 前首未有的强大魔力 使得在场的人都惊讶了 本想继续动手时 被艾琳的世界 重构模仿 也不让蒂斯 一同床去某个地方了 后面和艾琳 会合后 本来对艾琳感到不满 但为了集结舌顿的决定 便放置了一边去 之后帮忙艾琳 去重装了米拉针 来解开艾琳的怒气 在战场上时 她与模拟之罪的成员 打了起来 让其强大的魔力 将加额 等人的模拟之罪成员 给完全的压制住 在问了加额的动机后 感到失望 并也透露出 基尔夫妻有儿子的消息 在世界重构魔法解除后 站在了卡蒂阿 大叫她的顶端 本来想要灭掉所有的敌人 但被基尔达斯给阻止了 并两人开始交战了起来 基尔达斯的粉碎魔法 对她完全不起作用 反而给她复制了魔法 而向她攻击过去 后续感到的卡纳 也加入了阵容 使出了妖精的光辉 对她依然还是没任何的效果 但却躲开了卡纳的卡派攻击 因此基尔达斯想到了她魔法的弱点 也就是不能复制持有者的魔法 后续她便被基尔达斯出最强的一击 破血显正绝天给打中 但依然无法将其给击败 最后她为了基尔夫 当然使用禁忌魔法阿罗斯马奇亚 来毁掉整个国家 但意外发现自己的母亲 没彼时就在附近 同时看到抱在一块的基尔达斯和卡纳这一对妇女 让她想到自己不应该忍心去杀死掉 美彼时的而停止了吟唱 而这魔法启动失败而触发了副作用 身躯慢慢的消散掉 但依然感到后悔 没能让美彼时可以信手抱抱她 结果在美彼时的身后 说了一声妈妈而离世了 在百年任务中 在纳斯的内心世界中 可以看到她 拉凯德以及美彼时基尔夫四人 一同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 我对欧加斯特的看法为 她的一生都在探讨着 为何自己并没有获得基尔夫 以及美彼时的爱 最后得出的结果是 基尔夫根本不懂她的存在 但她依旧为了她 要毁灭整个城镇 使得目标达成 这个时候圈带出另一个弗笔 也就是能够阻止她的人 便是她的母亲 梅彼时 梅彼时刚好出现在她的眼前 加上之前从基尔大师的身上 感受到妇女之间的亲情 认为梅彼时不应该 死在这个地方 而选择放弃动手 就抱着遗憾 而离开了这个人世 还有在百年任务那边 坐着有帮她 圆了自己的心愿 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结局吧 自评的最后 希望大家从中聊来到 护圣蛇敦是一个怎样的组织 以及其成员的信息吧 希望说帝国篇所出现的 护圣蛇敦 一直都被大部分的朋友说是太菜了 没错的那么的强大 但后续又那么容易输掉 给了印象不太好 但我依旧极不错的评价 至少我们可以看到 更多不错的角色描绘 众多魔导师之间的合作 最终一同赢下来的胜利 这才是贵重的宝物啊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吧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请帮我点个赞 让我的流量飞起来吧 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来看一看 感谢大家耐心观看 我是苏浩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 拜拜